來到今晚的動漫無雙,今晚只有號碼,當然不是 今天我們請了一些澳門的朋友來 大家都知道,香港銅韌展我們都說得多 但澳門的銅韌展,大家有聽過多少呢? 之前我也有寫過的,但是寫過之餘 今次當然要找相關的嘉賓來做訪問 今次我們很慶幸地請了兩位Illusion Feather有關的朋友 請給我介紹吧 Hello,大家好,我是Sky 你好,我是阿上 兩位其實就是Illusion Feather的主辦人 可以這樣說的 都是負責的,主要是活動策劃 對,活動策劃,兩位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專程從澳門過來 OK,我想說,大家都知道Illusion Feather 2008年我們都聽過了 應該成立了9屆吧,Sky哥 2015年即將,就到第8屆 即是每年都有 暫時每年一屆 通常都是這個月 比較難定些,主要是看回場 那邊可以給的時間 通常我們都會在年頭 或者春季為主 我想問一問,它有什麼契機成立IF的模 因為我們知道IF應該是澳門大學 以及澳門理工大學兩邊的 我看一些資料就好像有這樣說 其實最初就是有一群宅 又想自己想試一下 搞一場活動 包括剛才澳大和其他科大 幾間大學的學生 剛才大家組織了第一屆的活動 那時候真的難不難嗎? 一群大學生一起做一個活動 要租場要成其實不容易 其實我不是屬於上面那些學校的學生 我都是幫忙的 當年我都是 都有一些難度 因為主要是大家全部都是伸手 應該說完全沒有搞活動經驗 一人可能負責一些環節 當時阿尚有沒有參加 2008年我還沒進入 我在2010年的時候才正式進入IF 那真的要問阿Sky 那成立的目的是什麼呢? 因為Illusion Feather 一來的名字 為什麼叫Illusion Feather 通常我們說 雜的 我們說雜的 多數會跟人剪 或者多數會跟人剪 還是要去下手去做 其實也有困難之餘 我們覺得有租場辛苦 我知道你第一屆 就在關閘工人體育場裡搞 關閘工人體育場裡 其實我們就沒有去過 其實當時的場地是怎樣的 沒有記錯 其實規模也不是太大 都是大約四十多個社群 那也算多 其實在澳門 在當時來說也算多 但我想問一問 因為我們不清楚 如果我們跟麥花腎比較 其實誰比較大 麥花腎 我沒有去過 其實他的尺寸 都是兩三個籃球場 兩三個籃球場 都算多 應該差不多 因為他是一個體育館 我覺得尺寸差不多 是的 那當時你們第一屆 有參與 有整 當然是熱血的 他整的時候 那天很心紅 但是整的時候 當時有四十幾個攤 來參與 當然是 對你來說 會不會是意料之外 還是多 當然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分頭行事 各地招聘社團 因為大家都認識到 無論是香港還是大陸 都有一些 同一圈的 各自招聘社團 各自招聘社團 盡量看看 我們參加這次的活動 但是我想問 當時來說 香港和內地之間 其實的比例是多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各三分之一 當年就是 中國各三分之一 但是 除了說參與之後 一定會擔心人流 人流 當時來說 你是會說 有很多 還是怕 小貓三四隻 在拍烏衣 你眼看我眼 玩手指 我們都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都完全不知道 第一次都不知道 應該有多少人 沒有預算 有多少 有多少 即是你純粹是一個玩的心態 或者是一個 不是玩 只是做實驗 實驗性質 應該說 不可以說是玩的 其實阿上 你覺得這個 這個行動 當然是大膽 其實說真的 第一年一批 大家都明白 本身獨 都喜歡 享受成果 多個喜歡自己去創作 或者參與活動 因為第一 我進去Ivo的時候 我都知道 知道他們本身那批人 他們原意 就真的 純粹在熱血上去做 所以我覺得 他們的心 是比任何 即 成效也好 或者參展的人 多少也好 都已經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們實現了他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才進入了IF 我再問兩位 我們知道 你們去Ivo之前 一定去過很多的動漫節 或者去過很多的活動 動漫生活 有沒有一些 引發到 比如說 節目 或者動漫節目 也好 或者動漫節日 也好 引發到你去創作Ivo 都有些成員 在我們的團隊 有些成員 都有參加過 一些大陸 好像YAKA 其實他們也有些經驗 帶回來 其實我都是 所有沒有經驗之下 或者我好像笨 去爬討論區 去看以前人家活動的討論 有些什麼做 其實就 我覺得其實 如果任何新手 想搞同類活動 其實有一樣 只要做到一件事 就包不會出太大的問題 其實就把其他活動的 缺點你就盡量 盡量避免 做些人家活動的 負面的情況 不會在自己的活動外面 其實都很開心 因為當我們在搞這個活動的時候 就是 神淺啦 經驗對當時的 同人家活動來講 所以我們都 本身已經去過一些 人家的場合裡面 再按自己 如果是油揚的話 會比較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跟著有個活動上面 人家那個 就是可能 正常參與 就是會看 舞台有的東西看 我就看 有同行場 我就去參加同行場去買東西 但是 自從搞了活動之後 大家就會可能想 人家為什麼會搞得到這個活動呢 咦 原來在做什麼類型的節目 會比較多人喜歡 都是因為 在香港已經有很多 這方面的經驗 即香港這方面 我們叫做相對成熟 所以就是在一些前人 或者一些香港的 一些叫前輩那裡 我就得到很多經驗回來的 所以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時候 都準備得很順利 到了第三年 我就是第三年進來的 第二年半到第三年進來 那時候都已經 在IF很初手的情況下 都已經基本上做了所有要做的流程 多虧香港這方面的一些活動已經做得成功 我們都是借減的 嗯 我見到IFLINE 一年一年 慢慢進步 看回IFLINE 你說看回收費 我們看回 租攤和入場收費 都非常之涼移 都挺吸引到青少年 也都說了 為什麼你們的活動 又可以做到這麼涼移 又有特色的呢 先把握上去說 我們的活動 主要針對參攤的那批人 還有我們希望就是 大家沒有這個 為了參展壓力 所以想做多些市面上 示範一些人比較喜好的東西 或者創作這方面的東西 去討好外面的人 我們很希望就是這個活動 給一些有興趣參加同仁 或者想自己試一下創作的人 可以在會場上面少些局限 至少金錢上面壓力少些 他們可以全程投入下去 他們的創作 我們就可以借這個活動 知道了原來本地 香港和大陸 他們本身創作者 真正的喜好是什麼 他們就不需要因為 金錢或者租貪的問題 來影響他們的想法 或者他們的創作內容 其實你們都很疼愛 一批作者 例如Skylok怎麼想 起初那時候 這樣設定會不會虧本 因為很多主辦機構說 哇 我租個場這麼多 又要搞這麼大盤 結果要時次收場 有很多人又會不肯 其實我覺得這個答案 應該很多人都猜到 澳門搞活動 95%以上的活動 都有向政府申請賺助 就算你自費活動 澳門的長租方面 其實是很便宜的 都是幾千元可以做到一整天 哇 真的差很遠 聽見香港真的可以租成六位所有人 就算你沒有任何所有人都好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這些可以引育了很多 就是獨立創作者的空間 我覺得 當然 我看到你們有一個特色 Ellusion Radar 跟其他的動員 是不同的 你們好像說 一定要有一個 每一次都要有一個 不只是舞台那麼簡單 是一個好像講座 講座 講座 因為你們第一屆 找到知日報屋的 吳慧明博士來做的 第一屆 講了什麼 日本漫畫的成功之道 我記得那個 其實 為什麼你們當時 一定要有一個講座 或者講座 給一些讀者也好 在場人士也好 當時沒有想到這麼深入 那時候沒有 澳門和同類活動 沒有一個 類似的 比較有些 學術性 的環節 我們想試一下 加入 而且也要找一些 比較有名氣的講座 就上來 試一下加入活動 看看 試一下反應 怎樣 你們怕不怕 當時為什麼 我不是得罪講座 我經常說 你都知道 之前 香港也試過幾個同類活動 譬如有些嘉賓 例如漫畫家 都上去做採訪 然後整排 就散了 散了 可能只有幾個人 十個人 然後 當有人上去跳 樂life 唱歌 就會整排 就回來了 你知道 對港姐來說 是有點尷尬的 當時會不會有些 害怕 我死了 說了 這件事 大家知道 同類五圈裡面 也有些害怕 如果講座 那些人真的會閃 真的會怕這件事 其實當時 所以 我們其實也在選嘉賓方面 都想盡量 無論嘉賓 或者他講的主題方面 都想貼近一些 觀眾的受眾 比較上知的 對 興趣 所以你們選擇主題的時候 都一定要找回他們的反應 當然 講幾番 當時 第一屆的時候 反應是否 我看到反應也不錯 當年反應也不錯 不錯 因為他之後 那個簽售 其實連賣託之後 有個簽售會 都賣了大半 那些書都 但是最後 其實之後 這次就啟發了 以後都 再弄個討論 永遠 怎樣也好 有個教學的方法 好像一個教學的項目 或者一個教學的時段 給了別人 令到 你穿著 一定要有 除了舞台跳舞 唱歌之外 一定要有這些 因為本身 我們在搞的 這個活動 一開波都很簡單 希望有同人節省 舞台那些 都不是重點 但是最後 就覺得 有個話題的話 學術性高了 還有 我都相信 在場面 都有一批人 除了是享受 別人的創作之下 都很希望知道 如果我做創作者 或者是現在 前人創作那幫人 其實他們是經歷過 那些什麼 都有一批人 會想清楚 了解這些迫環 所以我們都 接著第一年和第二年 反應都 不叫熱烈 但是都叫做 看得出有一批人 是很重視這個環節的時候 我們就繼續做下去 那隨著 時間久了 都做了這麼多年了 開始我們都已經 慢慢認知到 場裡面的人 他們或者參與者 他們比較 喜歡哪一類型的節目 或者哪一類型的內容 那真心 你說 講座和跳舞 誰吸引一些 大家都清楚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堅持呢 就是因為始終我們的活動 不想只是純粹被人覺得 純粹玩啊 開心就走 我們很希望 參加者可以更加清楚到 每一位作者 或者是創作者 甚至出版社 他們之前曾經怎樣努力 讓人知道 原來這些事情 不是說玩一下玩一下就做得到的 是真的需要很大的努力 都是一個事業 所以都想給一個正面的信息 帶給到本地的人 或者是其他來參與我們活動的人 所以我們每次搞活動都好 都一定堅持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同行灘 第二個就是有創作者的一個講座 明白 那先說一下 我知道你近年參展之中 偶爾有一些有趣事 當然 我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近年有沒有發生的有趣事 在場內 我就到處走 反而有時候會錯過很多 都不明白 最深刻的就是 應該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事後我都叫人畫了 去之後一屆的場刊 一屆有四屆的場刊 話說 我們的官方攤 不知道誰就畫了一個QB 或者放了一張A4紙 畫了一個QB 當年小玄波那時候 突然有一個女生走過來 然後她說 請問可不可以嘔打 蛤 接著我們的警察 哀了 然後她說 額頭 怎知道她真的幾拳幾拳 就蹤下去 蛤?那怎麼辦 結果 打完幾拳就走了 這麼奇怪 真的這樣打完就走了 真人真事 我們都哀了 嘗嘗 可能因為太突然了 所以大家都沒有反應得來的時候 就已經很快地問 很快地出手了 嗯 OK 如果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都聽過 你們有說 之前曾經出現過 譬如用完之後 臨完牆的時候 可能牆壞了 可能牆壞了 那些地方 整個這些事情 是不是有時候 偶爾都會發生 我們知道 你做主板很頭痛 你知道 有時候 之前好像說 某個同仁節目 某個同仁活動 香港 是否不見到咪 還是不見到咪 要賠 都是這樣 其實都是要賠 例如踢爛了一些板 都可能要賠 你們其實都很難追究 說誰要踢的 你們不能追 其實呢 老實實 都是現在 其實我們面對一個場地問題 都是因為 始終我們都 我身為主板都明白 其實一個場地 地方有限 大家玩得高興 可能推推撞撞 失手 就 抗爛了一些東西 或者是難避免 但是始終我希望 大家都要賠 幸好場地沒有追究 我都試過 換場前換場 我都試過 試過打了什麼呢 其實 頭兩届 試過是洗手間的 簡易 那個瓶 不知道怎麼包了 蛤? 其實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就說 那些COSA 譬如剪圍 剪到周圍都是 或者垃圾到周圍都是 或者有些人 入場人士 看完漫畫 看完場合 到周圍飛 有時候都多不多 其實 澳門本地來說 可能大家的意識 都比較 就是克制 你說COSPA 因為本身我們的場 真的不太可以容納到他們 我們都有一個專屬的更衣室 和換化妝間給他們 但是 場內真的無奈 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讓他們 去做一些拍照的動作 或行為 所以 雖然地會 少了一些起控的行動 所以 其實都安全的 但是你說 會不會整亂 這些我相信 本地COSA 自己都會清楚 人很少 你整亂了 大家都知道誰 所以大家都會 比較檢點 做這些方面 就問題不大 每年這些方面 都處理得很好 其實我想問澳門COSA的人數 當然一定不及香港 不過其實比例上多不多 因為我真的不清楚 其實真的很少 因為我們試過 有一年最多登記的人數 都是剛剛100個 即COSA 那也不算少 100個 中間其實都很少 一部分是香港 或者是內地來的 那些參加的朋友 他們自己順便出COSA 所以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這樣算 通常你們會 會有COSA 例如說你們沒有一個 專屬的地方 給你COSA 即是說CW和RG 其實都沒有一個 專屬COSA的地方 正常 那些人只是走上去 三樓 二樓 坐在那裡 拍照 擺在那裡 起彈作法 那你們其實多不多 起彈作法的事情 看到嗎 也有偶爾 試過有一年 有一檔 即是有一個彈出過 但是當大家發現 場地不許可的時候 他們都自然不再出現 當然是我們的活動 但是澳門其他場次 我都知道 是有少量的開彈 這個行為 你對這些事情 怎麼想 我覺得因個人喜好而決定 因為始終 有人會開彈 即是有人會喜歡拍這些相片 這些都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有些人會說 很阻礙 我開同人的場 就不是讓你們 COSA拍照 或者不讓你們攝機拍照 但是你又阻礙那個當 又阻礙那個地方 即是為什麼呢 我這樣說 因為狗展 其實已經是 CDRG 當時他們擺這個場 其實也有很多人說 其他商店都說 影響到我們那個地方 或者影響到別人的營運 可能有些情況發生 因為我們的場 之前也提過 重點真的是在銅銀灘那裡 其他的地方 只是給普通的遊人 做一些正常的進出 作為一個攝影者 想要拍照的時候 都一定有距離 而我們的活動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地方 給他做的 至於他們會不會走出去 其他地方拍照的話 我們控制不了 但是場內的話 大家一看環境 他們都會相信知道 如果我在那裡拍照 會做到其他人 大家都不會逗留太久 我們知道 現在你們轉了那個 是那個 是哪個地方 金碧 金碧 那個地方 跟以前比較 是不是大很多 跟關閘工人偷出 其實是小了 但是他們的間隔方面 反而有一個優勢 因為他們是分上下兩層 哦 有兩層 一層 我們可以一層 專門搞這個 和人紫紫密會 另一個 下面那層 就做攝影區 和舞台 即是現在可以開攝影區 給人們攝影 其實就是舞台前面 間一個空地 給他們攝影 哦 其實 相對來說 如果我們香港人 安排上好一點 以香港人過去 其實方不方便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很方便 直達 哦 直達 馬頭直達 巴士是門口 門口下車 真的不錯 其實我們都有一件事 相對說 其實之前CDR 都經常試過 人們躺在街上 搞到五六點 在那裡蹲在那裡等 其實澳門和人常常 多不多 澳門沒有 澳門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今天解決了這個問題 你也知道 之前試過 曾經走通宵隊 那些 因為澳門的人 沒有去到這個 深入和狂業的地步 還有多數活動 都是中五到下五海 但是 排隊 都不會有 很多人 通常是 吃完午飯之後 那些人才會來的 咦 那就適合我們的 哈哈 適合我們的 爛睡的一族 那我想問 對於這次 到了八屆 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部署 因為大家都 好像還未公佈很多 其實現在 和嘉賓幫你 都還在計劃 是不是不能透露 你可以這樣說 有沒有一些 可以滲出來 說一說 暫時 還未有 訪告 OK 可不可以說 有沒有什麼 特別想吸引 多少觀眾入場 有沒有 好 那我想問一聲 其實我們都知道 你們說入場 那方面 其實你們想怎樣 去做多一點點 令到多一些 比如圈外的人 入場 有沒有想想這件事 其實你們 外於因為場地 那個 活動範圍有限 我們都不會說 特意做一些 很大型的宣傳 令到街外的人 去認知 因為始終 對 容納人數比較少 我們覺得 只要滿足本地 對這方面 有興趣的人過來 就OK 而且我們的場地 都叫做 在澳門比較近市中心 普通經過的遊人 他們都會知道 有這個活動 即是不需要說 即是你們 不是說 我去握爆場 或是 我要整個場 滿了 那些人 不會 因為始終 我們都是 以安全為優先 所以 相信 因為澳門本地的人 他們都會比較喜歡 有哪裏有活動 他們知道 他們會特意自己走過去看 因為始終是小 阿澳門 你哪裏有活動 就馬上知道 所以不需要特別 想做到什麼 很大規模 或者很 很 很控動的一些效果 我們就沒有去到 想做這件事 嗯 不過想說回 之前聽回來 澳門的活動 通常就是香港 內地 和澳門人 三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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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購物 或者參與程度 各有什麼不同 香港人那邊 或者內地人那邊 因為我去過內地的 那些活動 看過 譬如他們 我很喜歡銀運 我就全部買了銀運 即是那類的 我反而 香港人那些 香港人那些 譬如我不是 香港人就說 我自己有表演看 或者有東西看 或者你有空 我就買幾本 買幾本就算 因為有些人 我看到購物那種方法 不同 譬如在入面場 是 譬如參加者 想進來買的 當然是買自己 看看有沒有自己 喜歡的動漫 但是 他反而不會去香港 會說 譬如說 很興奮ABH 就整天 大部份都是這些 沒有的 大部份澳門那些 可能是自己 畫自己喜歡的 一些小創作 原創 或者一些精品類的 都有 至於參展人 即是參與 進來買東西的人 都會有 想買本 亦都有一些 想買話策 亦都有一批 純粹來看東西 真的看東西 沒台沒東西看 他們都會進來看 如果真的想參加 又希望 賣戲比較大些 可能精品類的 不過香港是一樣 精品類的 會比較多人 會比較多人 會被人懷疑 那我純粹再問一問 相比起 我們說回澳門的 Event 你對內地香港台灣的Event 即你身為澳門的Event 對於內地香港台灣的Event 有很多概念上的事情 可以學習 但是外於這個 驅情 還有 牆地的問題 其實很多事情 都知道好 但做不到 例如好像 舞台最重要的是 喇叭 那些 狗剪今次 狗剪今次 分了兩個 咬字 喇叭 嘩 聲大得很厲害 好像在Disco跳舞 那些感覺 那當然 我也知道 可能很難 較為難做 一個很大的場地 即你又要適合 又影響不到 其他 區域的人 那就 難一點 難一點 又或者想 你說好像某些 展 故意弄自己的吉祥物 在牆上行走 這些事情 我們也是做不到的 你們沒有想過 其實有的 可能假裝一下 我們的人物 但始終覺得 都是安全性問題 所以就放棄了 即是激谷 害怕誰說 激谷 當然 我們也想知道 一件事 IF那邊 以創作者的概念為主 我覺得 你們將來 會不會覺得 在未來之間 IF再走前的時候 你們會有 譬如方向上 都會依存這個方向 還是怎樣 這個 我覺得應該不會變的了 我們這個 就是 以同人參展創作者為先 這個立場 我們沒有怎樣 即是 其他 即是 按照這個主體 來再走 其他方面 那我會比較留意 再為意一下 有沒有一些 更加適合 比較大的場地 是可以讓我們做 因為場地大一點 可以做多 很多一些 即是 吸引到受眾過來看的 一些 一些活動的 最想做多些什麼呢 其實最想做 就是 真心想在Cosplay那裡 可以留下多少位 給他們去處理 因為始終Event的話 Cosplay和一些 跳舞的 一些表演 都是任何一個地方 都會比較 即 在動漫Event來講 都是比較 搶眼的 我們這方面 比較信息 嗯 還有最重要 其實我最想是 多些人參與 這個創作 即是 大一點的場 可以更加多 參與 報攤的人 因為 我們這幾年開始 都開始變成 以我觀察 因為 我們教了 七八年 可能是 頭幾年 就有個高峰期 之後 其實都沉寂了 參探的數量 其實 其他活動都是這樣 我留意到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他很想參與這個活動 但可惜 因為場地 已經佈滿了 他們想再進來 都入不了 我們都知道 參與 想做同仁的人 越來越多 自然報攤的組織 越來越多 但我們可以提供的數量 真的有限 所以 我們反而想 擴大這部分 但我想問 你們 接收到 參攤的 申請 你們有沒有說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多了一些精品攤 可能精品攤 旁邊多 你們有沒有說 通常會給了 創作者優先 做同仁自己優先 當然是進來 後面那些才給精品攤 其實 篩選 沒有什麼可以篩選 其實 只要你是 我們只要對這個 市販品 還有這些 山寨貨 俗稱 我們主要是 會比較針對這些 商品 在市場內 我們會盡量禁止 我知道 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IF 如果沒有記錯 是不是沒有商業攤 我們沒有 因為香港 有一些 較為大型的同仁活動 我不說名 其實近期 都有人 救病 越來越多這些商業攤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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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縮小了 有些人說 都不是同仁場 搞得好像一半半 但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們有租金壓力的問題 也可能是 因為 沒辦法 都要開一條水源 幸好 現在澳門的同仁展 其實壓力相對小 對於這些人 大家都說 澳門的同仁展 是一股清泉 你們覺得 怎麼想 說得太 真的非常好 其實對於同仁展 商業攤 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用太 有你沒有我 比例上 你身為主辦 你就控制好 兩者之間的比例 其實是 應該沒問題 香港來講 你同仁展 都會有幾百個 一個場 商業攤 目前來講 我覺得 還未算太過分 我們都很感謝你們的採訪 最後一件事 都想問大家 對於香港 澳門的同仁展覽 對於未來的發展 對於未來的發展 無論兩地的同仁發展 大家又是樂觀 悲觀 還是怎樣想 不如Sky哥說 暫時希望 先找一部發展 我希望 不會說奢求 突然間很多人 會投身這個圈 因為我所見 流失比較多 我反而 以我所見 但是流失的情況 為何會流失呢 都是 類似 好像出來工作 那些作者 有很多 成家立室 其實已經退圈 有一批 其實香港生活來說 這個情況較少 很多人都當作一種外快 本身都 不是 因為香港可能 當作畫手 就 接觸那個 門楼大一點 門楼多很多 澳門真的 一一不畫 就 很難找 就算你空了一身才華 都未必可以找到 作可以接到 加一段時間 索性退圈 就少了一個人 所以 你們都想說 多一些同仁活動 希望 緩醒大眾對 這個同仁圈 或者畫師的創作 的注視注意 好 多謝兩位嘉賓 來採訪 希望大家 留心 Ellusion Vector 什麼時候 第八屆將會 是2015年4月12日 舉行 星期日 星期日 不是星期日 搞錯了 星期日 今晚的動漫無雙 差不多 好 多謝兩位 再見 拜拜 拜拜